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生已经开始疯狂买房了 男人给不了的安全感 房子可以 女人拥有一套房子有多重要 那就是后半生的底气 不必为了房子 降低自己折偶标准 而将就婚姻 不必为了婚姻里发生编故 而没有去处 不必为了房子而委屈自己 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劣势 做个有底气的女人并不难 来 我帮你 认真打拼事业的女人是最有魅力的 财务自由和独立的女人是最有自信的 懂得爱惜自己的女人是最美的 女人三十亿枝花 不但要追求精致生活 更要拥有安定生活环境 给自己创造一个配得上你的花瓶吧 男人说 老婆 我会让你过个好日子的 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买一个500平方米的大别墅 女人说 虽然我们现在只够钱买80平方米的家 但是我却觉得这个房子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 因为有你 所以幸福和快乐会依满小物 因为有你 我睡觉总是那么的香甜 因为有你 哪怕屋子小 我都觉得幸福安稳踏实 房子虽小 但是幸福感不爽 快点联系我 选择适合你们的温暖屋子吧 网络有几句老话 住房就像情人 虽然随时可以换掉 但是租来住去还是别人的 买房就像老婆 虽然约工有压力 但是工来工去还是自己咯 买房就像找女朋友 看好了就要下手 不要老嫌人家一点小毛病 你嫌弃人家 人家却成了别人的新娘 人家幸福美满 你却是条光滚汉 还没买房子的小伙伴们 你还在等什么呢 男人爱女人有一个规律 动嘴的是哄你 动钱的是宠你 动心的是懂你 还有一动不动的那就是网吧 动钱动心动力 给女人一个温暖的家的 才是完美的 哥们 我说了一堆 你还不联系我看房吗 上周朋友聚会 安恋已久的女生喝大了 大帅顺路送他回家 路上女生从后座铺上前 紧紧地搂着大帅 韩晴麦麦地对大帅说 我冷 可不可以带我去你家 当时大帅心情复杂 他住的是合租的水深公寓 而且还是跟室友 公用一个房间 没有家 听到这个优伤的故事后 我就在想 男人啥都可以没有 但一定不能没有自己的房 不然女生冷了 你无能为力 我看你了